每一個女孩心中最想要的就是自己最漂亮的樣子 那是什麼時候呢 就是結婚的時候 那我們今天請到了即將在7月步入婚禮的大明星陳妍希 請她來幫我們分享她的最漂亮的樣子是什麼 她的婚禮會是什麼樣子呢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妍希 因為我是夏天孤生的小孩 所以我從小到大都非常非常喜歡夏天 然後我覺得期待中喜歡希望有的夏日婚禮 我覺得一定要有水 然後呢 就會有一種透新娘的感覺 然後希望是在一個陽光燦爛的時間 然後就是看起來都亮亮的 覺得未來的人生是充滿希望的 那所以我們今天也請到了她的彩妝師小文 然後以妍希這個夏季婚禮的概念 幫她設計了一個新娘妝 有 我幫她設計一個夏日天使妝 對 然後是整個質地都是以比較霧面為主的 妍希妳的皮膚看起來真的很好耶 因為我覺得小文好像沒有用太多的粉底去打妳的底 是不是 對 因為跟小文也合作很久了 所以她也非常了解我的狀況 然後她以及什麼樣的皮膚 我們都會選擇用比較透亮一點的方式出身相 那小文妳是怎麼樣做她的那個底妝的呢 我就是取少量的粉底液在T字部位的地方往外推勻 對 外輪廓的部分我會用一些按兩度顏色的粉底 然後再暈開來 按兩度顏色的粉底就是讓她的那個輪廓比較立體感對不對 因為很多人啊 就是在結婚前半年 或是搞不好一年她就會努力瘦身啊 或者是做一些皮膚保養 那妳可以分享妳在婚前有沒有什麼特殊的魔鬼計畫 我覺得第一個是就是心肌面膜 因為我覺得皮膚就是保濕很重要 就是人的皮膚在有水的情況下 看起來就會是透亮好看的 然後再來呢就是最近是有非常積極努力的健身 因為我覺得健身是可以加速你的生存在心 那生存在心好的話你的皮膚是很重要 所以反正就是讓自己的皮膚容光煥發這樣 是的 像很多那個新娘妝的眼影 我都覺得畫得很多很雜 可是我覺得妍希的眼睛也好乾淨喔 那小文妳是怎麼做的啊 我就是用單一顏色的大地設計 然後呢再去做灰界 所以它靠近眼瞼的地方是比較深的 然後慢慢往上暈開來 其實同一個顏色再疊第二層而已 所以它可以製造出漸層的眼影 會讓她的眼神比較深邃的感覺 像我們的 所以選擇大地色是讓她其實很好搭配 她要之後穿的禮服或是婚紗是不是 因為我想要讓她整個感覺是 比較優雅一點的 優雅一點 那我看一下妍希的唇色 其實也不是像我們一般人想像中 新娘子要大紅或什麼的 是也是比較帶一點橘色 橘色的紅唇 對 所以妳是選擇什麼樣的顏色 是比較亮色系的橘色 然後可以讓整個妝感是比較活潑的 那妍希妳自己平常就是化妝 有沒有比較喜歡 習慣什麼樣的色系 其實我平常私底下化妝 我真的其實就是偏好大地色系 我喜歡出現比較自然的感覺 或者是裸妝 好像看起來像梅花一樣的 梅花一樣的我一定很喜歡 又或者 如果是比如說像紅唇 那種比較性感的 或者是像今天她的這個橘色 比較俏麗一點 就是為了一些活動啊 或者是雜事的拍攝的話 其實我也會願意就嘗試 所以如果說真的是妳的婚禮上面 妳也是希望看起來 就像平常很漂亮的妳 如果是婚禮上面的話 我覺得主要還是要看整體吧 看衣服大概是什麼樣子 對 然後還是主要的色系 應該還是會希望出現比較自然的感覺 自然就是很陳妍希的樣子 對 這樣子 希望是就像陳妍希的新娘 那我就想要問一下小文 就是如果很多人都想要跟妍希一樣 是當六月新娘 七月新娘 像這麼熱的天氣 妳就不會決定婚期了 對 大家都知道嘛 大家都知道妳的婚期啦 所以如果說是要這種在夏天 希望跟妍希一樣做個夏季新娘 妳有什麼整體的一個彩妝上面的建議呢 因為六七月是非常嚴熱的 對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選擇的頂 是比較薄透的 才不會造成脫妝 對 可是我覺得其實新娘 每一個人都想要當 都想要一個最漂亮的樣子 可是其實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還是另外一半 對不對 就是妳自己很美 另外一半也要就是帥帥的跟妳一起 才是一個最漂亮的 最甜蜜的婚禮 嗯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